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来自美国之印的报道 文章的标题是这样讲的 台湾突击搜查十家大陆在台企业 阻止芯片技术人才流失 台湾执法部门这个星期对十家涉嫌非法挖角芯片工程师 及其他技术人才的中国公司进行突击搜查 这是台湾保护其芯片产业优势 回击对其芯片专业技术威胁的最新整肃行动 台湾拥有台积电等大型芯片企业 具有全球最强的半导体芯片制造能力 台法务部调查局5月26日宣布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包括台北和台湾半导体科技中心新竹等地 同步搜查了十家未经批准违法在台经营的中国公司或研发据点 询问调查近70人次 调查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 中国大陆企业违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 以严重影响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调查局3月9日报请5处 检察署检察官指挥 进行第一波同步侦办大陆企业来台 非法从事挖角人才的案件 共查处十一家 台湾中央社报道 调查局表示 在侦办过程中发现 中国公司为规避查办 以通过由个人纪连办公司与中国公司直连方式 或经第三地投资的公司隐匿身份或资金迂回进入台湾从事业务 借以规避法律规范 另外立法院5月23度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列修正案 以完备阴影 随后调查局5月23日至26日发动第二波同步侦办行动 搜查了十家违法经营的中国公司或研发据点 路透社报道说 调查局没有点出目前被调查的公司的全名 只是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电子零件制造公司 报道说 中共国台办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报道还表示 台湾调查局一名资深官员上月 告诉路透社已经对约100家被怀疑非法挖角技术人才的中国公司展开调查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力图获取先进芯片的制造能力 特别是在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中国一些公司实施贸易制裁 并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之后 中国加紧了对芯片工程师人才的搜罗和挖角速度 台湾法律禁止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某些环节投资 包括芯片设计 并要求在其他环节 向芯片包装上的投资进行审查 这令中国芯片公司在台湾合法运作非常困难 调查局强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再次印证 科技影响国家战力 科技能力不仅是产业发展 命脉也是国防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后盾 调查局还表示 为防止中国违法的人才挖角 台湾上下要提高自我警觉意识 同时检调单位也要全力侦办 才能确保台湾科技产业竞争优势 维护经济实力与国家安全